距离新赛季开打的日子越来越近,当各支球队都在为新赛季立兵莫马时,森林郎和尼克斯完成重磅交易,尼克斯用兰德尔迪文琴佐一个来自活塞不太可能拿到的手轮签从森林郎得到堂斯。 显然,这笔交易极大提升了尼克斯的阵容上限,从上赛季布伦森孤军奋战,到新赛季布伦森身边有布里奇斯堂斯,包括哈特,阿努诺比等猛将,他们具备了挑战开尔特人的实力基础。 而森林郎这笔降荡交易操作,说白了是为了省钱,即便森林郎因为爱德华兹三连跳,但他们无力应对太多支出。 根据美媒薪资专家计算,森林郎送走堂斯,得到兰德尔迪文琴佐,薪资降了900万左右,但单就下赛季的奢侈税就少了4000万美元的支出。 更何况,堂斯是一份4年2.24亿美元的超级顶薪合同,下赛季才是开始。 但兰德尔是森林郎需要的吗? 显然不是。兰德尔没有堂斯拉开空间的能力,常规赛和季后赛整体效率还不如堂斯。 但是得到迪文琴佐,选秀得到康利接班人蒂林厄姆,加上麦丹和李德的崛起,森林郎未来还是充满竞争力。 只不过,兰德尔还剩两年6000万美元的合同,再次成为累赘。 首先,森林郎下赛季总薪资还有1.98亿美元,远超第二土豪线的1.89亿美元。 更关键的是,兰德尔最后一年代球员选项,按照薪资专家分析,考虑到联盟如今动辄军薪4000万甚至5000万的合同, 以及在森林郎的未来球队地位而言,兰德尔大概率不会执行球员选项,会试水自由市场。 显然,森林郎想继续节省薪资,且不至于名下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只能被迫送走兰德尔。 这不是结论,用比尔的话说,很多球队知道森林郎的处境,包括热火,重建中的马刺,快船,甚至篮网都对兰德尔很感兴趣。 其他球队先放在一边,主要探讨快船。 用随队记者穆雷的话说,快船和森林郎有过正式接触,快船考虑重组三巨头的可能,而且快船是联盟少数几只能满足森林郎未来需求的球队。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快船拿出巴图姆·鲍威尔2031年前实售保护首轮签,从森林郎得到兰德尔。 巴图姆今夏和快船签下两年960万美元合同,最快要等到12月中旬才能被交易,这恰恰给了森林郎快船新赛季使错的时间。 站在森林郎角度,这笔交易能让他们把球队总薪资降到1.9亿附近,努力一下就掉到第二土豪线之下。 关键是,巴图姆和戈贝尔在法国国家队有合作经验,配合默契,巴图姆能打4能打5,有投射威胁,鲍威尔作为替补发动机,场均15分左右输出,能够极大缓解森林郎进攻端压力。 还有一个快船未来首轮签,至少不至于让森林郎名下面临一无所获。 而对于快船来说,这笔交易最大目的是给哈登配备一个能得分的封线全明星搭档。 兰德尔离开胡人后,两次入选最佳阵容,两次入选全明星,上赛季也能做到场均24分9篮板5助攻,数据和效率并不差,关键是能和哈登配合,也能扮演持球攻坚角色。 这里特意强调哈登用美眉的话说,所有人都不敢预测伦纳德的未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倒下,不知道他新赛季到底能打几场比赛,甚至说一旦伦纳德长时间养伤,哈登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帮助的,不能指望曼恩、鲍威尔这些人。 兰德尔的薪资不高,他也需要在新赛季打出数据表现,为自己下一份大合同蓄力,相比于森林郎既定的框架,受束缚的角色,在快传他的上限更高。 即便伦纳德不受伤,兰德尔也能稳定占据四号位,彻底把伦纳德放在三号位,减少对抗面临的受伤风险,提升球队的竞争力上限。 说白了,森林郎无法向太阳,快传,勇士那样持续顶着超级奢侈税压力,提升阵容上限。 而快传在连续五年一无所获后,乔治离开是定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放弃新赛季。 至少哈登仍然能带队保底,伦纳德很难确定,那就需要另外的全明星。 用随队记者穆雷的话说,从老板鲍尔默到总裁弗兰克都对新赛季充满期待,就看森林郎何时下定决心了。 这个夏天,詹姆斯·杜兰特·库里带领美国男篮在奥运会夺冠,但是下赛季,老詹年满40岁,杜兰特36岁,库里即将37岁, 他们都已经步入生涯尾段,从球场统治力来看,他们还是联盟顶级,但是带队的成绩上限很难有保证。 除了随着年龄增加出现的伤病之外,体能的下滑,进攻端想维持稳定效率输出,那意味着防守端肯定有所舍弃。 包括下赛季,也年满40岁的老炮保罗,已经放弃总冠军的竞争,选择加盟马次辅佐文班亚马成长。 但这个联盟,还有一位老将被忽略了,就是PJ塔克。 从一则消息说起,NBA新资专家在分析快传修赛期操作时,认为告别乔治,陆续签下巴图姆,德里克琼斯,邓恩,班巴等人都没有问题。 站在球队角度来看,伦纳德每年都会出现的伤病,让球队支出打水漂,缩减开支是明智选择。 此外,快传三年4700万全额保障合同许约曼恩,包括给哈登一份11总额7000万美元的合同,甚至休赛期各种关于伦纳德的交易留言都说明一点,快传已经逐渐失去耐心。 但是下赛季,他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有一项没完成,和塔克分手,无非两条路,交易或者买断。 塔克自从去年跟着哈登来到快传后,上赛季出战28场比赛,场均1.6分2.5篮板,命中率35.6%。 下赛季,塔克也年满40岁,用美眉的话说,塔克和汉堡包没什么区别,都投不进,也防不住,只不过一个能让人开心,一个让人愤怒。 我们不能继续把火箭时期塔克的表现,放到快传时期的塔克身上。 塔克依靠防守起家,火勇大战时期,塔克是球队防守核心不可替代。 离开火箭,加盟雄鹿拿到总冠军,加盟热火更是被当成宝贝。 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塔克在上赛季的整体表现一直都是在伤害快传。 举三个例子,其一,刚来到快传,塔克就公开表示自己不想来。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更想和恩彼得和马克西并肩战斗,他对交易毫不知情。 可塔克当初三年3300万美元,可是哈登大福匠心里面抠出来的上赛季1100万,新赛季1150万美元,超过2200万美元。 真正要支付塔克薪水的是快传,塔克对于快传的贡献是什么? 真是白拿这笔钱。 其二,在快传连胜阶段,塔克释放负能量,认为自己得不到出场机会,他希望离开快传。 不是球队没给他机会,进攻端相当于少一个人,防守端脚步变慢,对抗下降,和威少同时出场的话,快传进攻节奏直接塌掉了。 关键是,快传也想交易,送不出去。 很多争冠级别球队,等着塔克被快传买断,然后底薪招募他。 塔克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一旦他这个年纪拿底薪,基本也意味着告别联盟,他下赛季还能拿1150万,还不是依靠哈登。 最后一点最重要,快传要缩减开支,塔克作为轮转之外的球员,还影响球队氛围,快传真没他位置了。 过去十年,塔克首发得分挂零的场次是63场,高居第一。 他也是NBA历史上第一位连续出战至少四场,且每场至少25分钟,却一直得分挂零的球员。 进攻可以不好,但差到这个地步也罕见。 威少再不及,他新赛季场均十分没问题,塔克呢? 从火箭时期,哈登和德安东尼的体系,算是把塔克给推出来,成为这个联盟最让对手胆寒的硬汉。 包括在雄鹿时期夺冠,塔克顶防杜兰特也功不可没。 但当初在热火只打了一个赛季后,热火给不起塔克想要的千万级别合同,关键时刻又是哈登招募拉一把,哈登自己降薪,也要成全塔克。 七六人的失败是哈登导致吗? 但凡彼得面对凯尔特人强硬一场,那七六人去年夏天就进冬绝了。 可为什么明明哈登尽了最大努力,包括当塔克在快船抱怨时还在全力维护他,塔克还是认不清现实呢? 真是快船舍不得他吗? 在我看来,快船和塔克肯定会很快分道扬镳,但塔克最多能在这个联盟再待一年,进攻等于零,防守再好都是拖累。 更何况,塔克早就不是六年前的塔克,塔克也算是NBA励志的典范,天赋不够,全凭努力。 但这份合同结束后,哪怕下一份合同只是底薪,他都很难再坚持下去,他不是詹姆斯,也不是保罗,四十岁了,真该退役了。 D 揍 揍